接下来呢 我们进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我新增一个M体物件 去控制这一个方块 所以我在这边点一下 我按Shift A 那我新增一个叫M体的物件 这个M体其实就是 在真正跑的时候 它其实看不到 但是在设计模式它会存在 那我现在呢 我希望说用M体来控制 这一个的说法 那为了清楚一点 所以我把这个M体重新命名一下 那让它不要叫M体 我按N 然后呢会出现属性视窗 我把这个叫做Controller Controller就是控制者 我现在设计一个空物件 让它叫控制者 那接下来呢 我就选回这一个立方体 选回这个立方体之后呢 我们一样就是设定 它的 我还是控制它的Y轴缩放就好了 Z轴缩放 那我这边按Add Single Driver 就是照刚刚的方式 那这个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这边 我还是切一下视窗 变成四个视窗 我把这个属性都取消掉 就是属性视窗都让它不要显示 那我还是弄成四个视窗 好 这样子等一下比较看得清楚 好 四个视窗 OK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对一下 这个顶视角了 这个是正视角 好 那这样子 好 那在这里我们一样去选 那个GraphEdit 不是这个View 是这里 GraphEdit 好 GraphEdit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叫Driver的东西 这边有个Zscale 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要选它 然后按N 诶 奇怪 可能要在这边 诶 N没出来 选一下 然后按N属性 诶 这里有个问题 我按N它的浮现视窗没有出来 看一下 按Raptist 诶 也没出来 有人知道为什么吧 我卡住了 好 N为什么没有出来 有了 奇怪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好 按N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 为什么刚刚会失败 好 按N出来之后这个变数的名称 我现在其实这一个东西是我希望它是Z轴的scale 而且是这一个Cube物件的Z轴scale 所以我就叫CubeZ 我喜欢写清楚一点 那控制它的物件是用刚刚那个empty被我命名成controller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一个 那我用它的Z轴的location去控制 这样Z对Z比较好 好处理 那接下来呢 这个ESBR的部分 我就要改 那我用Z轴的location去控制 这一个 好 这里就改成是 是 诶 刚刚那个变数叫CubeZscale加1 好 好 好 CubeZscale加1 OK 那现在因为Z呢 是0.405 所以它有点变 那如果我把这一个 这一个 稍微 OK 这样子 好 移动 那你会发现我的Z 这个控制点的Z呢 有改变 那所以它的 立方体的大小也就有改变 那其实我也可以直接把这个controller的 的 Zlocation 位置改一下 OK 它也会改 它也会改 OK 只是我现在控制的有点乱就是 好 那 所以呢 回过来这边 我们是用那个empty物件 用这个empty物件被我命名成controller的这个物件 然后呢 来控用它的Z轴的scale location 用它Z轴的位置 然后来控制这个立方体的大小 那所以当我选这个的时候 那它就会控制它的大小 好 那这是有关Driver的 第二个 我们刚刚第一个是 用 用自己的 的 属性去联动 那第二个 我们是用 一个外部的物件 好 我们用的是empty物件 去控制另外一个物件 好 那这部分 请各位先做一下 那这个就当成今天的随堂作业 第二题 OK 那你把你的东西 证明你有做了 把blender专案传上来 或者是把截图 传上来就可以 好 那请各位先做这个 谢谢大家